这个视频呢我们分享两道竖感以及整除性的问题 屏幕上的题目呢是06年高斯八年级part B的一道题目 正常来说高斯竞赛里part A一般就是概念题 只要你了解概念细心的话呢都能找到答案 part B呢会在了解概念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逻辑和计算的转换 part C呢一般来说就会有一点点难度 而且这是06年的题目 根据这个竞赛的这个变化趋势我们会发现 题目的难度是逐年在增加的 所以06年的题目跟现在比起来呢相对来说难度会低一点 题目是说去年Kary他的年龄呢是7的倍数 今年Kary他的年龄呢是5的倍数 那么还要多少年Kary会长大到26岁 首先题目说要多少年他才会26岁 可见他现在是不到26岁的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先找出他去年有可能是多少岁 因为去年是7的倍数 那么小于26里7的倍数呢只有三个 也就是7 14和21 那么今年他的年龄呢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岁是5的倍数 那么经过计算我们会发现7加1是8岁 14加1是15岁 21加1是22岁 8和22都不能够整出5 只有14岁加上1岁15岁是5的倍数 那么就可以唯一判断出Kary他去年的年龄是14岁 那么今年就是15岁 那么要他还要多少年能到26岁呢 那26减去15就可以找到这道题的答案 这个题目里呢 他的答案里只有11 如果题目在给一个选项是12的话 相信可能有很多同学会粗心算错 他可能会拿26直接减去14得到12 这个是帕斯卡尔的12年9年级帕比的一道题目 题目是说 有一个三位正整数 n 用n呢来除10 11和12 都有相同的余数 是7 那么这个三位正整数的三个位数相加之和是多少 首先我们要求出n来 把他的各位十位百位相加 就是这道题的答案 那么题目给的线索是什么呢 是n去除10 11 12都余7 那么减掉7之后 n减7之后 这个数字 应该是10 11 12的公倍数 所以首先呢 我们需要求出来 我们需要求出来 10 11 12的最小公倍数 找到最小公倍数以后呢 给他整数倍增加 都有可能是这个题的答案 我们怎么找最小公倍数呢 首先要把每一个数字拆分到最小质数之机 10经过拆分呢 就是2乘5 11它本身就是质数 就不能够再拆分了 12呢会被拆成两个2一个3的机 那么根据最小 求最小公倍数的原则呢 找到所有数里面 找到所有数里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质数 把它相乘 就能够得到它的最小公倍数 那么在这三个数里面 必须出现的质数是 至少两个2 至少一个3 至少一个5 然后至少是11 所以我们能够求出 它的最小公倍数就是 两个2 一个3 一个5 一个11 的G 就是660 我们找到660以后 我们会发现 题目说N是三位数 如果是660再乘以2 那就已经是四位数了 所以 所以660是唯一一个 660是唯一一个 10 11 12的 公倍数 三位的公倍数 所以这个题的 所以这一题的N呢 它就只能是660加7了 660加7 等于667 我们找到了N 然后把它的各位 十位和百位相加 就找到了这题的答案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 E了